国家360更全方位的好天气 大家好 我是孟哥 又一波东北风 在今天来报道了 各地气温再度的转量 跟礼拜天的天气有一点落差 天气又再度变得比较阴 提醒你从礼拜二开始 再加上台湾附近 水气浪会变多 持续受到东北风的影响 特别是在中部以北 一路到东半部地区 一整天都会是又湿又冷的天气当中度过 而且下雨的几率会再度的提高 所以又开始滴滴答答的下起雨来了 特别又往南到中南部地区 偶尔也会有些飘雨或小雨 所以提醒你礼拜二的时候 出门准备一下雨伞雨了 不过接下来这波的水气 到礼拜四礼拜五就会逐渐的移出了 到时候雨势就会明显的缓和下来 气温也会开始回温起来了 但是很提醒您 接下来到了周末 恐怕又会有更强的一波冷气团要来报道 很多人可能在新闻上面 都有看到这一波冷空气 有机会会来到寒流的等级 也就是10度以下 但是目前看来 这个冷空气的幅度 大约是来到12到3度的低温 即使您这样的强度 至少会来到强烈大陆冷气团的等级 目前看来因为时间点 大约还有六七天左右 所以建议您还是可以再持续观察 观察就可以 因为还会有些变数 整个研制来讲的话 我们可以先来看最近的天气形态 今天虽然说东北风增强了 但是中程是属于比较干的空气 只有云量变得比较多 在银风蔑位置北部以及东半部 但是提醒您 接下来到礼拜二开始之后 台湾的西南方会有些水气 逐渐的往东通过台湾上空 所以到时候礼拜二开始一连续 到礼拜四这一段时间 台湾附近水气量明显变多 容易会转为下雨的天气 接下来到礼拜五雨时缓和下来 之后很快的到了礼拜六的时候 又会有一波冷空气要逐渐的往南退 而且这一波冷空气强度会更强 而且持续大约到下个礼拜一礼拜二 所以提醒您未来几天一定要持续关注了 另外可以看到 其实在Falloween东方 其实有预报出一些劳动发展的迹象 虽然说这个是存在在模式的预报 但是建议您可以参考参考 因为往往在冬天的时候 有这样的劳动发展 其实是很正常的 但目前来看是对台湾是不影响 所以大家可以不用太过的担心 所以在未来几天 我们可以先来看一下降雨的情况 从明天开始就会明显变多了 特别是在整个嘉宇以北 一路到整个东北部地区 特别在迎风陵位置 东北角还有在宜兰雨市 都会累积的比较多 有局部单点较大的雨市 提醒您一定要特别留意了 接下来到礼拜三跟礼拜四 会随着水气量变少之后 各地的天气 特别是到了中南部地区 会转为多云甚至会有阳光露脸的天气形态 而北部还是属于多云时音 偶尔有一些短暂飘雨 但是下雨的空档 就会明显变多了许多 甚至这样的天气 到了礼拜五会更加的晴朗 建议您可以好好把握接下来了 但是提醒您在礼拜三之前 天气形态是属于比较容易下雨的 建议您外出的时候 随身带个遇闪遇乐 而在气温方面 一定要特别提醒您 冬天到了 特别是在接下来 虽然说这一步的冷空气往南推的量不多 但是提醒您 接下来到了周末的时候 恐怕会有更强的冷空气要往南推 时间点大约就是在礼拜六的下半天开始 很明显的冷空气 在礼拜六的下半天开始明显的往南推 而且持续了好一段时间 但是因为目前看来 大约还有六七天的时间 所以目前看来 它的强度已经持续的时间 都还有些变化 所以提醒您 务必要特别留意了 目前看来最低点的时间 大约是在礼拜天到下个礼拜一 低温有机会至少来到12度左右 所以提醒您要开始准备一下 过冬的准备了 而整而言之 我们可以先来掌握一下 最近的气温变化了 目前看来在今天晚上 各地的低温 还是受到这一波东北风的影响 各地低温大约会来到14-16度 而到了明天 因为水气量变多 云层变厚 所以整天来说一整天 感觉上还是属于比较凉的 各地的高温可能也只有来到20-22度左右 而甚至在北部一整天 还是会高温只剩下只有17-18度 提醒您找出晚归的话 还是要记得多穿一件保暖的衣服 以上这料提供给大家做参考 我们下次再见